好,那這個是今天的這個Outline 那我一開始是先講 View Vectorization 大概就是講 如果大家用R用比較久的話 大概知道有一個 叫做Model.Matrix的一個函數 其實基本上就是在提它 然後再來 再來再講說 例如你可能會遇到這兩個問題 然後就是說 例如你在大數據的狀況下 你會有分散式的問題 然後你在 你在ES streaming的環境下 你會遇到New Feature的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做Feature Hashing 就是 Feature Hashing這個套件 可以幫你解決這些問題 然後它是怎麼做的 然後再來就是在解釋說 如果你用Feature Hashing做完 Feature Vectorization以後 怎麼在R裡面 跑Linear Regression Logistic Regression 或是 Gradient Boosted Decision Tree 這種Meturing的演算法 這Outline有點舊了 對,沒關係 然後 我本來想說 最後如果啊哈還沒來的話 我就繼續鬼承 不過它現在已經來了 所以我就沒有後面了 對,那我們就開始講了 哈哈哈哈 好,我們再來 再來講那個 其實我們在做這個Meturing 演算法的時候啊 我們像這些演算法 他們其實 它背後可能都會牽涉到 一些數值矩陣 Discrimination Tree不太算了 Discrimination Tree其實 嚴格來說不太算了 但這個跟這個我最熟的 這個是你一定要把你的數據 以某種抽象層把它變成一個矩陣 那什麼意思呢 就例如你跑一個這樣的一個 你FIT一個這樣的一條曲線 等下你有X資料 你有Y資料 你要FIT這條曲線 那你就要做這樣的 線性代數的運算 例如你的資料可能 你要把你的資料 變成這樣的一個N乘2的一個矩陣 然後呢 這是你的Response 然後你就要去解這個東西 這個是 一般Linear Regression裡面的東西 然後你在 你在跑Logitive Regression啊 或是一些其他的一些 Meturing的演算法 其實只要是跟線性相關的 大概 你第一步都是要先想辦法 把這個X把它做出來 你只要把這個X做出來了 可能是你自己做 可能是Meturing的Library幫你做 可是不管怎樣 你一定要做這個東西 你如果這個東西沒有出來 你後面都不用做了 對 那Tradition的時候呢 其實以Linear Regression來說 你最後你會算出一個 一個Ear Coefficient 然後你就用同樣的 你要用跟你 在Training的時候 一樣的方式 只是在對你的Testing Data 去做一模一樣的操作 得到另外一個 線性代數的矩陣 然後你就這樣做一個 矩陣的那個 向量內積 你就可以拿到你的Prediction 那我們來舉個例子好了 這個是2013年 在中國舉辦的一個RTB比賽 那RTB是 因為我現在主要的研究 是在做網路廣告播放的研究 那RTB有點像是網路廣告播放的選擇權 選擇權 你可以選擇你要出多少代價來 來播一個廣告齁 那在2013年中國他們有辦一個RTB比賽 所以他們就把他們的資料放出來 那我這邊簡單丟他三個Column 他三個Column 那Rodata你們可以去這個網站抓 還有Open出來 那你可以 他給的資料大概像這樣 Ryu有時間 有IP 然後有User Tag 那這裡的IP就是說 你要買播廣告的機會 那這廣告是播給誰 看廣告那個人的IP 這個看廣告那個人的IP 然後這個是 看廣告那個人他的一些 那個一些feature 對那我也不知道它是什麼 因為他們也不講 對 所以那個是 這個是一間叫IPNU的公司 他們的資料 然後這個是IPNU的公司 他們搜集的資料 但他們沒有解釋 他們只說你的User會有這些feature 對 對啊 好那 那如果我們在 我就 拿6月6號的資料好了 他資料有很多天 然後我只拿隨便幾筆 然後我來 例如我來見一個 見一個舉證 就是他是 只跟IP有關 那大家看到這個東西 就是 第一個 第一筆記錄 他就會是 10100 為什麼是10100 因為他表示他的IP是這個 就是如果是這個IP 他就會是1 第二筆資料他是這個IP 第三筆資料 他應該是會有另外一個IP Baseline的IP 然後第四筆資料是這個IP 第五筆資料是這個IP 所以他 你會有一個Mapping 就是說如果你IP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你的第三個Column就是1 其他的Column就是0 所以你會有一個Rule 好那 剛剛這邊大家看到這個Formula 這個是R裡面 通常我們在做這種Linear model的時候 我們很常用這種Formula來描述這個現象 它就是有點類似說 反正這邊就是放你的Response 像剛剛的話 因為我只是產生一個數值舉證 其實Response我還沒決定要是什麼 你就不要放 但你右邊就是放說你要 放怎樣的變數去預測這個Response 所以你可以只放IP 你可以去算它那個曝光是星期幾 然後你就可以去算它的 Interaction Term 或者是如果你是給它一個DataFrame 然後你就告訴它說 所有的資料都是我的Input 你就可以做這些事情 那Formula很方便啦 因為它可以幫助你做例如 你到底要怎麼放這個呢 它可以結合一些其他的 像Step這種函數 它就可以幫你選 這個是更深入的一些介紹 總而言之他們會有一套方法去幫你選說 到底最後你要用怎樣的Input 就是你這裡放的組合要是什麼樣子 那你的Performance會最好 或者是會比較好 所以R在Formula上面它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工具 你可以去玩它 好那 好那現在假設我拿6月7號來做一樣的事情 可是我會拿到不一樣的舉證喔 對你可以 如果我拿6月7號的前三筆資料來跑好了 那我會拿到這樣子 那這個意義我就不解釋了 跟剛剛的很類似 基本上就是說有Match的就是E 沒Match的就是0這樣 好那你就有一個問題啊 我們第一個舉證拿到5個Column 第二個舉證拿到3個Column 好那我如果今天我拿第一個舉證我去學好了 我會學出5個變數的 例如我去跑Linear Regression 剛剛的那個參數它就會有5個Dimension 可是你現在M2你這樣去跟這個5個Dimension去沉 你根本就沉不起來 光Dimension就不對了 這個是傳統R它的 它如果你分開來去做ModelMatch 你會遇到的問題 那要怎麼在傳統R裡面 你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它的解法通常是這樣了 你要先把所有資料都掃過 你要確定你的資料裡面 你的IP總共有哪些 你全部把它列出來 全部列出來以後呢 你就可以用Factor這個函數 你可以來Build一個Mapping 例如你就把所有的IP 全部掃一遍 你就拿到一個List 然後你就把它排好 然後第一個IP就對應到 就是010000 第二個IP就是0010000 第三個IP就是這樣 就是你要做一個Factor 你要做Factor 然後把你所有可能的值 都放到Factor裡面 它有一個叫Levels的參數 然後放進去了以後呢 它就會開始做一個 它就會幫你做好這件事情 所以你在Training跟Predition的時候 你拿到矩陣的Dimension就會一樣 你就可以去沉 那這個概念呢 就是在R裡面 它有一個關鍵字叫Contract 那Contract是R裡面的一個函數 它就是專門來幫你做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去很細的去調 例如你們應該會注意到 像這第一筆它是00000 因為R預設它會把其中一個把它踢掉 這個叫做Head Encoding 就是在統計裡面 它是為了避免那個叫貢獻性的問題 那所以R預設會把它做掉 可是如果有的時候你不希望這種事發生 你就去調Contract就可以了 反正這個在Contract的功能裡面 它把它解決掉 好那 現在大家都在講大數據大數據 那大數據我們通常會有什麼狀況 就是 Factor 我們剛剛Factor這個Solution它需要什麼 它需要所有的資訊 所有可能的IP 對不對 但是在大數據裡面我們通常碰到的資料 一種就是DataStream DataStream就是說 你 它一次就給你一些資料的一部分 然後就把它掃過去 你就看到這些資料 然後它就掃 它就過去了 你就 不太有機會再去碰到它們 好不好 有點像是 像你在看一條河一樣 資料就在你前面一直流過去 你現在看到它了 然後就流過去 它流過去以後呢 你要再去找它 會變得非常的困難 這DataStream的環境大概是這個樣子 另外一種就是 Distributed System 就是 因為只要一台機器處理不了 所以你會把資料打到很多台機器 然後很多台機器來協同處理 所以基本上你大概有這兩種方法 來處理大數據 好那 對啊 所以 如果是DataStream的話 我們一次只看到一小部分的資料啊 所以 所以如果我要先把所有的資料都掃完 然後再回頭過來 來做factor 這件事情就 就不是那麼的合理啊 對 因為它就已經跟我DataStream的這種情境已經 已經相衝突了 就是我沒有辦法拿到 global 的 information 另外一個問題是DataStream的話 它的 new feed 因為它資料一直進來 一直進來 以 IP 來說好了 可能突然有一個人 它從來沒有出現在你收集的數據裡面 它今天跑到你 你的網站裡面 然後你要播廣告 它的 IP 對你來說就是新的 或者是 依廣告業來說 例如新的廣告 或是新的網站 這些都是new feature 它們會一直跑出來 所以你需要去處理new feature 那new feature 它一直冒出來 表示你永遠沒有辦法去做 所謂的列出所有的 positive value這件事情 它就變得有問題 這個是在DataStream的遇到的狀況 那如果是在 distributed的狀況 distributed system的話 你可能會launch很多個 大家一起來做 那這邊大家如果有興趣學的話 可以 R在這部分非常的優秀 他們有一個叫做 PBD MPI 或是PBDR 不要講PBD MPI PBDR也太小了 PBDR的一個專案 這裡面呢 這個專案裡面 他提倡 他就是以一種MPI based的一個solution 來讓你在多台電腦上協同去做training 雖然MPI很古老 可是現在 就我所知 很多中國一流的廣告公司 他們還是用MPI在做 像去年2014年ICDM 阿里巴巴的實習生有投一篇paper 他們的實驗裡面寫 他們就是用MPI 80幾台機器在跑 那MPI 雖然Hadoop是來取代他 但是他在做machine learning上 他有一些優勢 所以如果你們 沒有很多資源的話 可以先看看他 因為他相對比較便宜 對 然後R在MPI based的話 就是看這個專案 非常強烈推薦這個專案 你用這個專案的架構上去寫R code 然後再把它部署到MPI上會 非常的容易 然後這個之前在社群上 有跟大家推薦過 有興趣的可以再查他的資料 然後他的核心開發者是台灣人 所以你可以在PTT的R版找到他 但我不方便說他是誰 回過頭來 就算是你用剛剛那個套件 來想要對 在distributed的環境下 來對你的資料做機器學習 那你還是 你就需要所有的possible value 那很顯然你在local的data上 每台機器都 每個process都只看到一部分的資料 所以是不是大家都要把自己的資料都掃完 然後大家再做一次資訊的交換 這樣所有人才能看到 看到一個全部的type 所以你需要一些同步 對 那這些同步其實是蠻昂貴的 這些同步其實是蠻昂貴的 所以 所以 為什麼FatureHation這個技術 大家就很喜歡用 但也有人說他 就是像 2013年的 Google的paper 他就講說他們其實沒有用 不過我自己在跑一些 比較小型的實驗 我是一定會用他的 因為他 就是 在小型的實驗環境下非常的 非常的好 但實際上產品 要不要用 他有缺點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FatureHation是什麼 等一下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好那 FatureHation就是這樣 就是剛剛我們怎麼樣決定說 哪一個IP會對應到 第幾個color 我們是把它掃一遍嘛 掃一遍然後 第一個IP對應到 可能對應到第一個color 第二個IP對應到第二個color 那BGHation他不是這樣做 他就說 我就找一個hash function 那我要對應到哪一個color 我就把它hash hash以後 hash到哪一個值 就是那個color 所以 所以我就可以去 好這裡的程式碼 這裡文件不是寫得很好 反正我就會去開始對這個字串做hash 然後算出來可能 再除8以後他就 於4這樣子 除8 然後再加1 42735 所以我就把它map到42735 所以每一個 如果以對hash stream來說 我就不用掃過所有的資料嘛 反正來我就算hash 算hash 然後map到哪裡就是哪裡 那如果以distributed來說 我也不用做同步嘛 因為大家就用一樣的hash function 只要你保證 你hash出來的結果是一致的就可以了 所以你就解決到剛剛那兩個問題 那這個hash的話 我後面有放call嗎 等一下後面會有call 他出來的值大概會長這個樣子 他會是一個sparse matrix 然後 這個sparse matrix是R在 R有一個套件叫做matrix 他裡面提供的 那我就follow他就好 因為很多的套件 很多machine learning的演算法 就直接接他 你只要可以把資料 變成sparse matrix 你就可以進那些machine learning的演算法 所以我就不用再去做了 我只要想辦法把我的資料 變成sparse matrix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要sparse matrix呢 因為fishinghash 剛剛跟大家提到 就是其實他 他主要就是拿來處理大量的那種 我們叫類別型資料 像剛剛的IP 他有一種類別型資料 所以在大量類別型資料的環境下 其實sparse matrix是比較方便的 他可以省很多記憶體 而且他的運算速度也會比較快 可是這個不一定 如果你的資料是 你的零很多的話 那我就不建議你用這個套件 就sparse matrix就可以了 好那 因為我只是考量到說 在場可能有人不懂什麼是hash function 因為我們的社群裡面 有些人可能不是資訊背景出來的 所以我稍微解釋一下 因為其實在 在我從統計所畢業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什麼是hash function 所以就是 那hash function它就是 它通常會有一些 它是一個函數 它會把 它在數學上定義就是 把整個任意整數 把它map 到一個有線範圍的整數 例如這樣 那在電腦科學中 反正你就 因為所有的字串 都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種整數 所以它就可以把 你就丟給它一段文字 它就可以把這段文字 變成一個整數 那這個整數可能 它是會在某一個range之間 那它有幾個特性 通常第一個就是 它你只要input一樣 出來就要一樣 它不是隨機的 你不會說給一樣的input 就跑出來不一樣 那這個特性很重要 因為在 我們就是要用這個特性來解決 像是在那個 你叫什麼 在distributed的環境 然後streaming的環境 我要保證 不同時間的時候去算hash function 它出來的 它對應到的color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特性是很重要的 然後再來就是 呃 我們會希望hash function它 map出來的到 就例如假設我這個hash function 是從 從0map到 嗯 那我希望它到0的機率 到1的機率 到2的機率 跟到100的機率 是都差不多的 就它不會特別喜歡把 這些自傳map map到一個 例如都map到1好了 這個是不好的 因為如果今天 它把兩個自傳map 到同一個整數 這個我們叫collision 那如果我們在machine learning裡面 我用fature hash 然後我遇到collision 會導致這兩個效果 它的signal會混在一起 我就分不出來了 那如果是uniform的話 這告訴我們 它混在一起的機率非常非常的小 你可以把它忽略掉 所以你只要你的hash function 你map出來那個hash size夠大 那你就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對 然後再來這個就是說 第三個這個是說 你進來的自傳 假設你進來一個 一句話好了 你只改中間一個字母 它hash出來的那個整數 會差非常的遠 那這個有一個好處就是避免 這有兩種啊 有一些hash function 它希望是 它的在應用上它希望是 你改一點點它可能會 map到很像 或者是 甚至是一樣的 那在我們fature hash 這邊的話 我們會希望它map到越遠越好 這是因為 所以也是因為 因為可能我們拿到signal 它就是很近的 例如IP好 它可能就 都是差不多的 但我希望它不要collision 所以我希望它隔得越遠越好 所以我們會希望有這種 effect 所以我們會選 大概是滿足這些條件的 這些hash function 那我這個套件的實作 我是用merman hash merman hash 它就是 反正花了一番功夫 survey以後發現它還不錯 它在 這裡跟這兩個 effect的表現都還不錯 所以就 然後還有就是它的計算速度 都要夠快 以上是merman 3 merman 3 然後我是用那個 digest套件的merman 3 其實這個是小故事啦 就是 我在 現在0.8 在0.7版 就是我 我其實開發它從0.1版開始用 然後那個時候 還不成氣候 後來開發到0.7版 我常常拿它 跑實驗 然後覺得都滿靠譜的 所以我就把它丟到cran上去 然後一上cran呢 那個 有一個digest套件 我要用depending on它 digest 這個套件就是它裡面 實作了像md5 下256 這種hash函數的 的實作 它在裡面 它本來就有提供了 然後剛剛好它去年 才剛上merman hash 然後我也上了一個套件 然後裡面也用merman hash 所以它的alther就是 它現在負責的就是duck 就是rcpp的作者duck 然後它就 寫封mail給我 問我要不要 不是寫封mail 它就直接到那個github去發issue 問我說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不要自己maintain自己的merman hash 用我的merman hash 然後那個時候 剛剛好 剛剛好 這個套件上線的時候啊 因為我有用C 然後我用hash 然後我有做一些 bit 跟bit有關的計算 然後全世界 就是crank裡面 它有一個掌權的人 叫做Professor Ripley 全世界只有它還在用 很古老的機器 在跑這些r套件 然後因為它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就你在電腦裡面 你的位元 有一種是 例如1好了 整數1它可能是000001 它也可能是00000 對對對 就只有它用的機器是big indian的 那現在所有的機器 都是small indian的 可是因為它是長管crank的人 所以它就跟你說 你這個有問題去把它修好 你不修你就會被它下掉 所以這很苦惱 然後剛剛好 就是在merman hash 裡面就有這個問題 因為在做hash的時候 他們很容易會去用bit bitwise的一些演算法 然後在這種狀況下 就會踩到這個人 所以德克他們也有這個問題 所以他們也被crank回報說 去給我修好它 因為他們也是差不多跟我同時間上 然後我也有同樣的問題 然後我就想太好了 我只要用他們的 他們再解掉 我就沒問題 所以我就開始去寫digest 然後那些他們就解決 然後解決好了會要測 可是全世界沒有人有這種機器啊 然後後來我就去google了一下 就是到底大家怎麼解 後來有人就說 你可以用QEMU跑低邊 然後QEMU是一個在0.0上 純軟體的一個虛擬機器環境 像現在virtual box啊還有KVM 你看那些跑虛擬環境 它跑很快的 它都有用硬體加速 所以你在什麼 Little Indian上 就沒有辦法模擬 Big Indian的問題 因為你用到你的硬體了 你只有用純軟的環境下 才可以模擬 然後又看一下 喔有一個叫PowerPC的架構 還去google一下PowerPC是什麼東西 什麼是Wii 所以我居然要在Wii上面 來測我的套件 全世界到底有誰在用Wii來跑R 我真的不懂 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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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ter Rupert聽不懂中文 所以我今天講到壞話上網 應該也沒關係 對 沒有啦 就是 就是 那舊的那種 那舊的那種 舊的那種 iPhone還可以到0.4 所以現在應該都沒有問題 就是0.8版都沒有 如果去找舊的 然後0.7版 那就會有問題 就是說他算出來 他算出來的值會跟 或者是說 你在就一個 Big Andian 上跑的 你去做這個 Fish Hash 然後得到一個矩陣 跟你在Little Andian 上 Fish Hash 跑到一個矩陣 他兩個是不相容的 所以你如果在這邊training 然後拿到這邊做Petition 就不準 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那個時候 這個找我就是 因為我找到這幾個方案 所以 所以我可以幫他測 可以幫他測這個功能 可以告訴他說 你程序有沒有寫錯這樣 然後 然後那個時候 對阿 就被他找去幫他 幫他測兩個套件這樣 那他們那時候是 你覺得Big Andian 就是Swap 就如果是Big Andian的話 我就把它Swap過去 然後再丟進去 對對對 我就把他的 01的順序就 互換 然後再進我的汗 基本上很多 我們就這樣解決 當然你會想說 那在Big Andian上 是不是會跑比較慢 反正全世界只有 Professor Ripley在用 就跑慢一點還沒差 對啊 所以 所以就這樣子 對 如果在場有用Big Andian的話 我就跟你說個抱歉 因為我覺得 就是 我實在是 沒有那個心理去幫你們 在上面做優化這樣 對 然後 所以他 他最大好處就是 他不用 所有的 你知道所有的資訊 不用看完他 但他有壞處 他有什麼壞處 第一個就是Collision 就是我剛剛講的 因為你是把所有可能的自創 Map到一個範圍內 例如可能是 我自己玩的時候 我都是1到2的20次方 差不多100萬 對 那 你把無限大的空間 Map到 100萬大小的空間 你一定會碰撞 就是一定會有 兩個不同的自創Map到一樣的 那 這個就會 導致你在做學習的時候 他會 有一些影響 不好的影響 但通常非常非常的小 非常非常的小 舉例來說 像 像我看暑假的那個 我去看那個Critio的那個CTR的比賽 第一名他們也是用PGH 他們全部都做PGH 然後 他們不只做PGH 他還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會讓你 你會知道他們的圈力跑出來是不對的 可是他們最準 所以你也不能說他錯了 非常的厲害 那其實是有paper的 那些都是有paper 就是他們就是要告訴你說 你可以這樣做 雖然他不是很對 但是他的影響是很小的 然後但是他帶來的好處是 就是你在做運算的速度會大幅提升 就是你為了 增加你的運算速度 你就犧牲掉一些正確性 那反正machine learning 本來 你怎麼知道你處理的是資料 說不定是noise 如果是noise的話 你不準一點也沒差 所以這個問題在 做資料上來說其實是 他不是什麼大的問題 你只要collision的 不要太誇張就好 然後再來 這個才是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你學出來的那個模型 你沒有辦法去解釋它 你會很難去解釋它 但像在傳統我們 統計所在學regression的時候 我們都會去看那些regression的係數 然後開始說故事 有的時候你必須要這樣做 那種我們叫做 那種分析叫解釋型的分析 那還有一種是預測型的分析 fature hash你只能把它用在預測型的分析 永遠不要把它用在解釋型的分析 解釋型分析就是你是要找因果關係 幹嘛幹嘛 那預測型就是你只要準就贏了 這樣子 所以它只能用在預測型的分析 然後 因為我實作的關係我這邊忘了寫 就是 因為我輸出always 永遠都是那個spot matrix 所以你最好就是 只把它用在就是處理大量 自串型的類別型的這種 這種feature的時候 而且它的類別非常非常多的時候 你再用它會比較好 如果它的類別很少 那你用原本的那個model matrix就可以了 沒有必要用spot matrix 沒有必要用我這個套件 那 剛剛有提到collision會有影響 那collision影響有多大呢 在那個2009年有一篇paper 他就在算這個東西 他就是說 這個就是你做過feature hashing 這個是你沒有做feature hashing 然後他就去算這個 差距有多大 那 那如果你的 你的那個 你map到 1到m 這麼大的這個 範圍之內 我是說你hash以後 它的值會落在1到m之間 那 這個差距會是big o m分之1 大概paper裡面有給一些證明 所以m不要太小 對 所以不管怎樣 原本應該是 對這個問題 很大 嗯 這應該怎麼樣 我 我先講 先免責聲明 這個paper我沒有去 完全把他appendix把它啃完 我只有看他的定理敘述而已 然後我還有注意到有人說他的證明是錯的 但他結論是對的 就可能有人在讀著說他證錯了 但是他的結論是他還可以把那個證明改一改 改成對的 然後結論還是一樣 那他這個意思 我覺得應該就是有點像剛剛講 就是不管你的x的range是多少 可是他應該是uniform 對就是你的x的分布是隨機的 就是你不能太集中還是幹嘛 例如你剛剛好多hit到collision的部分 為什麼我才會出問題 所以他應該是有一些這類的假設 但是我要給個免責聲明 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所以我只知道 bgo1分之1 然後大概差不多蠻準 然後自己拿來用 還蠻準還蠻ok的 那稍微提一下就是 他這裡的fine 他不只是做我剛剛講的 就是把你的 把你的index是用hash來決定 他還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這裡大家可以看到他 有的時候是1 有的時候是-1 這邊-1就好4個 那 那就是說他 他在hash以後他還不一 他可能會成1或是成不1 他還多做了一件事 所以他是用兩個hash方式 那在那篇Paybook裡面claim說 你這樣做你的 你的那個剛剛的那個bomb會比較好 對collision的影響會 collision對你結果的影響會比較小 所以fegerhash這個套件 目前有10做這個部分 如果有人不想要他可以去發issue 如果沒有人發issue 我就覺得大家都要他 時間有限 要留在重要的事情上面 所以他就給一個這個bomb 那有興趣的人可以再去看這根Paybook 好那 好那 好那再來我就稍微demo一下怎麼怎麼做 那 那這個是我 這個資料你們可以在那個 在這個套 我把這個套件上傳到 他有github page 然後github page裡面去切branch 可以切到那個 就是有一個ghpages的branch 那裡面有這個資料 你可以把它拉出來自己玩 試玩一下 應該照跑應該是可以跑過的 好那這個就是 就只是做資料整理 我就把它讀出來 然後總共有這麼多 就把這兩個加起來 他總共有那麼多 然後大概是三十萬 三十二萬個 三十二萬個bid吧 就是他那一天只bid三十二萬個 非常的少 然後 然後 其實為什麼要拿那麼少 因為我不想跑太久 只是簡單demo而已 所以我就拿前面的當training data 後面的當testing data 然後 這個就是說 他贏了以後他就要付錢 在RTP裡面你標贏了你就要付錢 所以沒有付錢的就是你標書的 然後我把標書的把它濾掉 標書的它就是missing data 然後我叫做feature hash 然後我就把他的feature把它放進去 如果大家去剛剛那個資料的網址 他裡面有一篇paper 有一篇paper就是在告訴你說 他這裡面每個feature是什麼意思 然後你怎麼整個data set 他在那個paper裡面講的疫情樂趣 所以你們有什麼問題 他可以再去看那個paper 那我稍微我這邊簡單的講一下 他就是說他們去接那個RTP的平台 他RTP的平台會傳這些資料給他 這個大概就是 他在什麼省什麼事吧 然後是接哪一間的RTP 然後這個是那個 那個人他就是看廣告那個人 他現在在看哪個網站 那個網站的domainname 然後URL 然後剩下來就是說 這個就是說一個網站裡面 他會有很多的廣告欄位 然後他是在拿一個slot 還有一個ID 然後這些slot他的長寬啊 你看我們看得到這個slot啊 然後他的格式是哪一種啊 然後這個 這個有點忘記了 我現在有點忘記了 這個應該是 我忘記了就不要亂講了 然後這個就是播出時間的那個weekday跟那個hour 對然後你就把它丟下去 然後你就在pch裡面我做了一個hash 點model 點metric 然後第一個就是放formula 所以如果你要做這些feature的interaction term 你就把它夸起來 然後然後然後成 然後那個叫什麼 2台灣還是什麼 就是尖尖的那個規定 反正你就夸起來然後成2之類的 他就會變成poly2的 poly2的那個 所以你可以對他做任何你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這邊就放你那個dia frame 這邊是你的hash dive 然後這邊是說你輸出的矩陣要正的 還是要transpose hold 那差別再來說 如果我自己寫遠算法 我會把它transpose 因為transpose的資料結構比較好 就是這個你要去刻一下 去啃一下那個 match的那個套件它的低層資料結構 你才會有感覺 今天只是提一下 但是大部分R的套件好像是接pose的 對 所以如果你要接其他的套件 像我等一下要做的事 那你就用 就不要全投資 就贈了給他 然後最後再來就是我這樣輸出以後 他會是得到一個 我自己定義的一個spouse matrix 但是他跟DGC matrix可以直接 你可以直接把它轉過去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呢 因為如果你只是做 矩陣跟懲罰內積的話 我自己定義的那個他算比較快 就這樣 對 如果你把它換成DGC matrix的話 他 他會比較慢 就只是差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 我還在想說 要不要直接輸出這一個 因為大部分人應該輸出這一個吧 可是我現在也不知道 到底use case有多少 所以如果你們今天用一用 然後你覺得 都市航實在很煩 你就去發個issue給我 然後我就會把它做進去 那如果沒有人發issue 那就表示事情不是很好 沒有人用 我也就不用改它 這個是平友的 對平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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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是廣告主嗎 就是他的廣告是誰付錢的 OK OK 好 謝謝大大的補充 對沒有 我突然忘記了 對 然後 呃 我剛剛有沒有其他的欄位 有沒有說錯啊 沒有 OK 太好了 有人幫我背書 因為有的時候我自己其實 看到有的時候 會突然 好 帶短路 好 反正大家記得就是 如果你做完的話 你要加一個s 對 稍微聊一下 這個符號 這符號 有些人寫R可能沒有看過 這個是 DPUIR他們在推的一種叫Pipeline的寫法 那他會把這個函數的輸出 放到下一個函數的第一個 第一個參數 所以 本來 你本來要怎麼寫 你本來要把s寫在hash的前面 然後在後面再接一個括號 當你接多了 他就很醜 所以用這種寫法 接多了他還是會很漂亮 所以 所以這是一種大家可以學的一個寫法 我覺得 非常的好 非常的漂亮 寫起來非常的爽 在這邊 偷偷推廣一下 好啦 那如果要跑L1 Regulization 在R裡面有一個GLM NET這個套間 或者是 最近 Survey的時候有看到他 然後發現 很多很多人在用他 所以 所以就試用看看 那 他裡面呢 你可以 直接 就把這個前面的CP點拿掉 那就直接trade 那他會 去幫你tune那一個 就是 我問一下 這邊有人不知道L1的 Regulization 是什麼意思 好 有人舉手了 就是 他L1 Regulization 我直接用講的啦 就是說 你在fit的模型的時候 除了他fit的好不好之外 好不好 就是說你 你的那個 你預估的值 跟你看到的值的差距的小率 就是我們以前高中看的那個叫什麼 那個square arrow 就是他會畫一條線嘛 然後每一個點跟那條線做個投影 然後把那個距離的平方把它加起來 那個就是你這個模型 對這個資料描述的好不好 之外呢 他還考慮說你這個模型 你的 負不負雜 他怎麼評量負不負雜 在L1裡面 他就是把你這個模型的 每一個係數的值 取決對值以後把它加起來 然後 還有一種叫L2 L2就是 L2等一下我再講好了 反正這個是L1 那L1有個特色就是 他會把一些不重要的feature的值壓到0 所以他會 你去fitL1以後 你的模型會有一堆0 這個是他的特色 那這個在應用上很好用 因為表示你的模型你在部署到前端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那些0的全部丟掉 就有一點點 所以在Google的那邊他們很重視這件事 他們覺得你用L1可以大幅提升你 前端在做推薦的效能 因為你要算的 算的值變少很多 可能只剩原本的2% 2%、10%這樣 這個是L1現在在應用上 他們常常被拿來這樣用 然後在統計所的話 他們會拿L1來做 來找那些重要的變數 被壓到0的就是不重要的 沒有被壓到0的就是重要的 然後GLM NET 他在做這件事情非常的強大 但是我今天沒有打算要秀 我今天只打算秀說 就是你 因為他那個L1 我剛剛講 一個是你模型fit好不好 一個是你模型複不複雜 那在這兩個之間 你會有一個參數 來告訴你他們的重要度 因為你會比較希望 複雜度這邊比較重要 還是 模型好不好這邊比較重要 還有一個 我們叫他就是 Lambda的一個 一個那個參數可以調 那你跑這個的話 他會去做那個 Cross Validation 來幫你調最好的Lambda 但是要跑一陣子 等一下可以看一下這個圖 然後你就可以 跑完以後就可以把最好的Lambda 你就可以看一下最好的Lambda 是多大這樣 然後你就可以做Prediction 對那用了Future Hatching的好處就是 你看我們在算這個 Chain跟Test的時候 我們不用做任何資訊的交換 我們就一行就好了 我們就 就是專心的 把這個Formular寫好就好了 剩下的那些Synchronization 那些Sync我就不用管了 但以前你要 以前ModelMetrics的話 你可能要做這件事 然後 然後 這邊就只是稍微看一下MSE 其實這個模型 我覺得都沒有Feed的很好 對 所以 這個圖就是說 你去Tune那個Lambda 然後你去看他的那個Ming Square Error 不同的Lambda 會有不同的Ming Square Error 對 然後 他就可以幫你挑到最好的那一個 所以這個GLM NET套件 他就幫你 就幫你做這件事情 有機會的話 看社群有沒有人要跳特定 來好好的介紹這個 威力強大的套件 對 不要看我 哈哈哈哈 對 然後那個 再來是 是玩一下LR好了 那LR這邊呢 就 你就稍微調一下他的參數 就可以 我也是用那個GLM NET 那就是說剛剛 剛剛我是 他Family 預設是Gaussian 所以會跑Linear Regression 然後他的 Time Measure 預設是MSE 就是如果是 Linear Regression的話 他預設是MSE 然後如果是Logitive Regression 這邊就選Binomial 然後這邊選那個 他好像預設是Deviance 但是我喜歡 我習慣用AVC 所以 反正這裡有很多這種 統計上的指標 你可以去挑你要 然後一樣 你可以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你可以去 你跟剛剛做類似一樣的事情 只是這次他 挑起來看來不太好 因為 他在算 估這個 ARRO的時候 因為他會算 他是做 他會做很多次 所以他可以算個ARRO bar 他可以幫你算ARRO bar 就告訴你說這個 這個AVC大概Range在多少 其實都不是很好 對啊 那 對 就是 其實這一個 資料 為什麼不是很好 因為他只有32萬筆資料 我覺得其實 其實根本就不夠 然後feature都放那麼多 那 我剛剛那個feature其實放非常多 我剛剛沒有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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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裡面的 其實Hatch的時候 不一定會提示那個 Hatch的時候 對 那會是 在 在這裡 這個 就是我會把它Hatch到100萬 就是我的 那個Space是 那錢500萬 然後錢 這個 這個 對模型會不會有影響 我覺得這問題非常的好 首先 第一個 就是 根據2009年那篇Paper 他是 Big O M分之一 所以200萬分 2的20次方分之一 跟2的21次方分之一 就我的認知裡面 他不會差太多了 因為 你如果知道那個 M分之一的那個函數 他是這樣子 所以到後來其實他都很小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就是 就是我們在跟 Critio比賽的那個團隊 他們在交流的時候 他們 有去 測過 調這個值 他們說 怎麼調都差不多 那他們的Range差不多 2的24次方 到2的26次方 那都差不多 那我自己習慣 2的24次方 是因為記憶體大小 就是 就是 你記憶體夠大 把機器跑得夠快 這個可以放大一點 因為這個放少一點呢 你在training的時候 你要fit的參數 就會 就會被bomb得住 所以你會比較好學 所以就是 看個人考量 那我的經驗是說 你如果太小的話 他真的會很不好 他真的會很不好 可是你只要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你再把它加大 performance不會上升 基本上就不動 他會被其他的因素給影響 而不是會被這一個 這個到後來就不顯 不明顯 所以就是夠大就好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假設說你要做 dimension reduction 那 你會在 一個hash嗎 我覺得這個問題 也很好 首先第一個是 dimension reduction 這個是我比較少做 因為fature hash 你可以把它視為是一種 dimension reduction 舉例來說 Critial那個資料 如果我不做fature hash 它會有 數千萬的feature 但是你做fature hash 你可以把它壓到數百萬 你可以以一種 方式把它壓下來 那 然後 第二個是我沒有 所以我通常就把fature hash 當成一個dimension reduction 所以我沒有再額外去做dimension reduction 所以我不知道 你的答案 然後我覺得你可能要 自己試一次 對 那 但是你要想的是fature hash 它會導入collision 但是你如果在fature hash 之前做dimension reduction 你可能會做不動 對 你可能會做不動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 我覺得這個要case by case 對 取決於你手上的機器 你的計算資源有多少 跟你的資料的特性 你算這個大小的話 是用什麼樣的機器 你說 這個嗎 這個是亂做的 這個分析結果沒有很準 我今天只是示例而已 對不對 所以 但是我有做出跟他的paper裡面benchmark 一樣的 差不多的成果 那我用的機器是 主要是記憶體 32G 32G 32G的機器 那核心的話我忘記是八核心還是二核心 然後是intel2011的CPU 大概 那跟演算法有關 我沒有用MML 我不會 我沒有用他 我沒有用他認證去跑 我自己 跑的 我是自己寫的 我是自己寫的 我自己寫那個 google的那個ftbrl去跑 然後 跑出來 大概 把他那 去年他公佈的所有資料 大概十幾句吧 全部跑完大概 然後跑了大概四遍 大概要兩天 對 所以如果只跑一遍的話 可能只要 對 我不是用online 我那跑兩天是用那個 LB FGS 對 是用那種batch的 那種疊代的東西 不過就是 第一個就是32G 裝得下 這個資料就是 你一天 一天 一天 32G 是裝得下 然後 嗯 準確度的話 我記得用ftbrl 就可以做到差不多 跟他benchmark差不多準 因為R裡面好像沒有benchmark的 那個ftbrl的始作 所以我沒有 我自己現在比較常用那一套 對 所以 所以我現在沒有辦法分享 對 所以我只要找一個 證明他可用這樣 但是我覺得 這個套件應該是有機會跑得出來的 因為他跑這個CV 他大概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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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他的效能 你只要記憶體夠大 應該是都沒有問題 而且 而且這種確認算法 你可以 如果記憶體不夠大 你可以做一些septembering來跑 然後他可以 重複取之類的 對 然後你可以去tune一些這個參數 那這個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這個是你樹的深度 就是 就是他們那種 我今天不講GBDT的細節 我只告訴你 反正他就是長一顆樹 長一顆深度是7的樹 就是他有7個decision這樣 然後 然後呢 他根據你的結果 去對資料做related 然後再去長下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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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總共 長100顆 然後ALTA有點像是learning rate 就是說你的 有點像是SGD沒有learning rate 越小 越小 越小的話 你最後的結果會越好 但是fit會越慢 你就需要越多顆樹 對 你可以用 大家可以玩玩看 然後 如果是 Logitive regression的話 你可以這樣下 然後 他長 看起來像這樣子啊 你就看到 第一顆第二顆第三顆 然後長到第100顆這樣 然後最後 然後Performance差不多是這樣 不過 我一開始跑的時候 我這個樹放的很少 然後跑出來都非常的悲慘 AUC差不多是0.5 就跟隨便猜一樣 後來發現加拉他就會 越大就越成這樣 好 今天我的報告他會就到這邊結束 請問大家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再說 我沒有 你說MPI上嗎 我看到他有 他有實作 然後他好像在真人幫他測 你可以去加入他 而且是在幾個月前的issue上看到 你可以去追一下 因為我後來沒有去追 對 對 這個 這個當然都很活躍 對 所以大家 大家如果要最新的消息 建議可以去 Github的issue上去跟做個互動 然後他們都非常的 我覺得 GLM NET我比較不熟 但Hgboost 他是蠻responsive的 你去貼他應該都會回應 對 好 那就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請問一下 你那個 在場 GLLM NET GJ的機器 你是先用那個 Hgb 然後Dimension 你當時有拿在場 技術法會不會太 是 你算是 你算是嗎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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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7 9 8 8 2 7 因為是Stanning的 是Stanning的 是他們的 是他們的 他們的業務 是變成的 謝謝你的補充 免費的課程 你的高級小小 其實是 Stanning的大學 有16小時的課 在uprope的那個 謝謝 謝謝大大的補充 因為GMI NET 我自己沒有很常用它 因為我 我不是這個領域的 所以我通常演算法是自己自幹 但是真的那個 L1 Repelization 現在在統計界是很紅的 拿來做Dimension Reduction 不是Dimension Reduction 做Future Selection 剛剛我有跟大家提到一個 Step這個函數 這個講個小故事 這個 這個函數 就是說 Future Selection 這個問題在 你有很多種方式做 像剛剛L1是一種 它一種Step就是說 你就先從 你先放一個Future 例如放IP 然後再放 你再試下面 哪一個最好再把它放進去 然後之類的 然後 然後 如果你去R裡面 因為R的Step 好像只能用AUC 然後有人就會想進去說 你可不可以用 幫我寫一個 用其他的 Advanced R2 當然你這麼寫的時候 你就會被讚 因為就有人跟你說 這個根本就不準 這個根本就不好 這個方法根本就不好 然後有一批統計的人 他們覺得 如果你要做Future Selection 你應該用剛剛大大講的 就是 用L1 這樣子去選模 是比較 現在的統計界 他們主要認為這樣是比較好 就是你要找到最好的 Future 哪些Future是重要的 你應該怎麼做 然後 然後 但是他們也覺得那種方法 也不是絕對的 最終最終 你還是要忍下去看 就是 你如果去搜相關的issue的話 在State Overflow上 就會有站穩 然後 也不是站穩 我記得是就有人這樣問 然後下面就有人說 你這樣 你如果去RMN East問的話 會有人來站 然後有人說 我甚至寫了很多paper 來站這件事 所以 所以就是 就是 就是 如果大家有 大家知道就是去問這個 會不會站 對 對 剛好就再補充一下 對 他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那就是 不小心占用了一個小時 好吧 那謝謝大家